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做的那个就是国产笔啊也是一位观众那个说想看一下那我搞一次来试一下 那首先这样子那这个笔是那个看标题都知道红点的远航者那本身呢是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礼合了那因为这个镜头的原因呢 呃我没办法就是拉近拉远然后我只能这样子给你们看然后后面的这个部分啊你们想看的我就那个呃你们就暂停的看一下吧那本身呢是有一个袋子的然后那个袋子我就没有留了我直接拿去回收了嗯首先这样子他这个的话怎么讲呢呃很用心的一个包装盒了那虽然我个人是觉得那个没没那个必要因为 呃这次别价格还没到那个位置了没必没必要说包装搞成这个样子了另外像这种嘛他是采用一个烫金的一个方法就是做名片经常会看到的一个方法来做那像 这里这个呃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啊就是上面的字吧你看这个第一abcd的第一你看他其实有些地方是没有硬扇的那个字体调太细了然后导致呃这些小细节部分吧个人觉得呃如果做不到还是呃呃怎么讲呢应该一开始把字体再调细一点或者把这个再拉大一点 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像干笔这样子的一个文文具嘛像这里这样子一个探金的话我比较喜欢是还是万宝龙146我当时做那只儿童基金会嘛他上面是那个就是像 水笔还是干笔的那样子一个画然后那样子的一个插画式插画式的一个风格那像这个的话我个人觉得就差那么一点了就是像这一类的一个图案你用插画去表达的话更有那个干笔的一个味道 像这一种的话探金的话我觉得字那这个探金非常棒然后这个外框的吧再加一个外框然后增加一点那个层次感那这个也是ok的然后后面的那这些我觉得都ok但是我觉得画还是要像那个插画式的风格因为探金的这个东西他主要是体现高级嘛但这个部分他是手画的就是像更像是一种像文化上面的一种象征或者想表达一个情景场景这样的我觉得用插画的那个风格或者用插画的那个风格或者用插画的那个风格 用钢笔画然后画一张然后可能本身这个盒子他变成一个白纸或者我这里就一块白的然后变成那张画然后这里了可能变成一个然后这里白然后这里再黑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更有一个怎么讲的设计感好那盒子那这里他是抽拉式的我们从这边一抽了那这个抽拉的话比白鸡那个做的好没有断好那个拉拉出来以后我盒子我们就扔一边 然后呢这个是想看的那个观众你们就暂停的看一下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呃怎么讲这个说明书吗还是这个产品册就小册子我觉得做的就这个使用上面来讲他其实做的比之前的要用心说实话的 但是像这些细节我个人还是比较抠的你看这里一折然后字他是刚好有对齐了但是我更喜欢是字然后往上偏然后就是这两条折线 他还是要有那个就是这个英语叫merging呢就是m-a-r-g-r-m-merging但是他这里也有你看这里有那但是这里就没有了那你看这些那像这些细节的话大品牌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里看这个间距好大这里就很小因为这一个是我本身专业有有时候有做这些事情了所以说我很抠这样子的一个细节 然后再看这里这个那我这里一折啊这个光暗部亮部然后一看你看一折然后这里就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对位置的时候没有对好那我觉得这些可调好好调整一下了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说你看这里字那么多了然后他可能在往这边一拉的时候吗这一块字太大了所以说就导致了我只能这样子拉过去然后迁就然后保证我这里下面是一条平线看到吗说明书好那个说明书扯了这么久了先放一边 然后这个墨水我应该是不用了墨水的话因为那个我我用习惯是那个Jell Herbin的墨水虽然这个是雪乐的那个墨水罐因为他口径最大所以说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墨水我应该就不开了然后到时候看怎么处理了再下来这个笔套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的那个我觉得有时候国产品真的不用送那么多的东西了这个有有时候真的好尴尬可能是说我觉得墨水装还是像白热那种 就是说一个减装然后一个或者墨水分装然后分两种包装那这样子也不要环保那像我这类的那笔已经太多了然后说实话真的不太需要这个墨水因为墨水用习惯了不太会换倒是这个皮革吧很少见的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是什么写的哦红点对倒是这个的话又好尴尬就是这个这里是这个字体这里是这个字体这个是树形的一个就是 就是拉长一点这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简约的一个极简简约的呃字体吧但是这个字它又不够细没有极简的那种感觉到这里呢用偏花体的草体这样子那么这两个它是两种风格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两个这两个放在一起有点奇怪就是我觉得就国产品的话在这一点上面真的要怎么讲好好加油加油不然国产品其实你看这个笔套吧呃像 真皮牛皮pup说实话我真不会分但是 其实质量上来讲红点的质量我觉得是ok的然后看这些缝线等等的然后毛口等等的或者 这里吗我觉得可以像那个高级钱包的然后再再就是刷一层漆在边上就是你看lb的那个钱包吗像那个工艺这里可以加一加的然后这里的话我觉得可以保持那个线的这样子一个 缝线就是这样子一种手工感 然后这里再加一个那个刷边啊那那应该整个效果就相对来讲就高级很多了倒是灰色的这个笔套吧是非常少见 好然后再下来引路也连的是我们的笔那盒子我们就大概这样把翻一边去那不讲太多了因为这个盒子的话是这样 呃我按一下背面什么都没有的你们能看都没有什么东西 好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支笔啊 但是这个笔套质量还挺不错的 我平常比我平常用的这个好要在我平常用的这个比较薄你看这个 相当来讲比较软他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比较连了但是我感觉他这个比较厚一点硬一点 倒是那个做完红点这么多支笔吧 哈如果是说一个总结他的一个质量上来讲我觉得是过关的你看整个质量的一个 比起那个其他品牌吗我就不点名了然后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比较 他的一个细节把握是暂时来讲国产比数一数二的就是国产的一个现场比也不算老比就现场的一个品牌也就是说不算英雄永生的他做的还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倒是做这么多支他的笔吧我第一个觉得就是他真的好喜欢回那个惠博家 惠博家还是惠破家啊啊不会读反正啊博还是破那麻烦留言告诉我一下不过普通话毕竟不是母语啊这支的话我就不讲是惠博家哪几支啊像那个黑酱那还是黑酱吗他就反正就借鉴的话我觉得借鉴的其实啊可以做的更好了以红点技术肯定能做的更更棒啊然后像上面这些的话这一次这一支比 嗯记那个1837吗是红点1837那一支以后吧再下来第二满意的应该就是这一支了因为我基本上就是凭印象了因为很多笔我不会长时间用因为我本身笔也非常多但是我日用的就没怎么改变可能就那一两支固定的然后有时候别的就换一换这样子好那扯完这么多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的笔的大小那这一次这个笔的大小呢 来讲的话我个人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总算是没有中古笔那那样子那么细的相对来讲这个设计它还是比较现代的 然后这个的话我惠博家那支是如荫吗还是什么我忘记了然后就是呃反正就是他那一个的话呃 惠博家那一支我不知道他前面这里是不是弯的就前面这个反正他给我印象的话前面都是弯的 就前面这个地方了然后反正呃再看吧这个不是很重要反正每个品牌有他自己特色嘛那我们看完这个杆的一个大小先杆的大小的话是这样子那你看到首先长度来讲我觉得国产比的长度吧每一次都是比146还800短 我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看到就稍微再加长一点就是可能是到那个800的这个长度再长可能3mm左右3号米那可能这个笔的话那个比例会更好看一点这个粗度可以在我觉得可以应该是差不多了可以再加长一点的再长一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也是ok的好 然后然后再下来看那个笔尖了呃啊不是拔的吗悬的哦悬的然后笔尖的话我这一次应该不会抱很大的希望了啊这个笔我我先拿开一下因为这个尖的话应该是小尖哎对国产比的尖的话每一次就是特别小的那样子一个尖就真的特别小你看这个 我下最近换了这个斜乐14k的因为换之前有一集做过那个200的那个200的那个总成嘛然后我现在击尾14k上去然后去试一下那个效果然后暂时个人感觉就是14k的那个笔尖吧基本上击尾过这么多只嘛我击尾过到78g也击尾过到现在这只我都觉得比本来的那个四季制要好用一点 因为他这个写了的笔尖嘛如果握笔角度不好非常刮你握笔角度要对然后就会比较好用一点啊好那还是同样一个问题的那我们看这个笔尖的话他这个笔尖真的太细了那能了解到为什么这么做第一个可能是因为这个笔帽的一体化另外第二个是这样子可能是他这个笔尖的话根据我印象吗应该是跟之前的大小是我觉得是一样的他就不会说呃在呃 我不会说在不同的笔然后有不同的一个笔尖然后为了就是适配这个笔尖所有所以所有笔握吗都是很奇怪一个尺寸笔杆大了但是笔尖都非常小红点的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多少的一个大尖了倒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手舞感我觉得这些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应该是这个塑料杆 嗯然后再去包胶应该是加包胶吗啊当时这个笔然后他有追求一个一体化那但是用这个小间真的要批评一下这个这个每次国产比的就是主要就是你明显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成本原因了当然也能理解因为这个价格也懂得了这个可以体谅 我们这个重量我们这个重量是32.9拔完帽以后的重量是18.6中规中矩的一个重量毕竟这个呃我理解为他是一个金属杆那这个重量反正不会太那个怎么样太太重反正金属杆来讲即使你用那个钛合金的钢比的话他都不会太轻 你要跟塑料比呃也是没法比好13138.27的一个总长度然后这个长度应该11110多吧 哎呀猜错了121.85那有时候我不是完全对准的你这里看视频好像一粒突出一点但是在我这里呢就刚好碰到的所以说有时候吧我可能我现在再对准一点啊 可能差不多这样子那差那么一点点那有时候我视频的是由于那个拍摄角度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好像没有对准有时候有但是有时候我就差不多啊那这个大家就见谅一下了好那我们开始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主要吧那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笔呃好那上面的这个的话说实话真的看不清已经看不清在写什么了这个 然后上面的一个是一个槽体然后说实话真的是这个看这个是笔然后过去我视力本身已经我现在没戴眼镜了也看不清啊那这上面就没办法了整这样子给你们看 然后这个指纹收集器能看到吗就基本上一开始刚刚放在这还很亮的比较上面来讲呃能按吗那不能按的呃比较上面来讲呃这个弹度非常好那红点的一 一贯的就是这这一类细节的品质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然后再下来像这个的话这个上面的这个头我个人觉得啊有开始有点那个国产笔的一个设计他开始能感觉到但是还是同样一个问题 这个字体下面这个字体然后刚刚这个笔套的笔套的一个字体等等的那希望可以统一一下把红点的那个visual identity就是那个视觉形象 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统一一下感的话就是我因为我海运我是用那个我海运是用这个那个什么光影 主五线那几只被我收起来了然后面条我是没有录过了呃我就不知道说这个面条怎么样了那这个就看个人了但是这个纹理我个人是挺喜欢的 然后这一次这个的话就是他这里你看到鼻顶的部分他是有一点点大的然后这里小然后这里长这里薄那相对来讲有一个平衡感在那边 那英语上我们叫harmonis和谐平衡啊如果直接翻译是这样子他讲的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平衡感了那那拿做拿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说国画的那个留白 国画的留白的话可以用英语的这个harmonis harmonis的这个字然后去呃形容呃然后再下来这个整体的笔套非常直 然后这里有一点点那个还保留呢那个国产笔的呃那个设计在但是在这个笔夹上面来讲非常的现代那这里直然后你看到他这里也是非常干练的非常直的那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设计 计1837以后那再下来这一次还相对来讲比较能眼前一亮的 然后再下来这个笔吧我每一次一个感觉就是他是一个插把帽那这个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多一级了就是这里他是平着过去的那我第一个感觉他就差了 因为插拔的应该是比罗文的更省一点空间的然后这里的话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结构我这里按就纳米的那个按压的那个结构我不知道是不是很难去做 然后再下来了就是这个上面这个笔顶我们来看一下他上面是什么笔顶的话就红点那这个字体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呃这个汤感觉是什么很官方的这样子那种字体就是那个 这个new ties的那个有点像那样子一个字体但是我比那个字体宽那呃我到时候在我觉得就红点最后自己再决定会比较好一点的因为这个我看我也不太懂红点的比说实话我只是从一个设计角度去看他 然后这里的几条线那你看到123那有点红那这边这边的话有个圆那如果是我个人觉得是这里这个他平的其实会好看一点就是完全舍弃那个国产的中古饼那个味道那这支笔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一点的然后在 现在现在就借鉴的这个基础上面在进步那这支笔说实话真的是会比较满一点也能给人感觉一个进步的空间吗因为毕竟这次这个进光那红点本身我知道他也是擅长做一个金属笔杆的好那再下来了这个笔尖的一个部分吗说实话笔窝真的是意料之中了因为这个尖的大小这个肯定是最小的大小了然后再配这个笔窝反正就是不是很协调希望还是尖可以大一点 然后再下来就是比我呃好处这里够高然后其他的这一块说实话笔尖的大小斜杆等等我暂时呃怎么讲呢呃觉得真的这块就真的一般般的笔杆上面做的真挺不错的然后再下就是吸墨那吸墨器然后我们来上下墨吧反正就是好那个哎呀没有上吧没事照我这样上吧应该是影响不大 应该能上一点就可以啊可以那有上一点就ok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给弄上去那金属笔我打滑这个事情说实话我如果我自己用的话觉得还好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我更在意的就是多大的笔杆配多大的笔尖我比较在意这个东西就是整体的协调杆我主要看的还是整体为主 然后再下来这只笔的话反而哪的话你说重还轻的话我觉得都差不多就是只要不是超过40的呃说实话那个用的真的不会 说影响这么大就是除非是反而轻的话你到时候觉得哇这个时候很棒这个倒叉啊可以倒叉但倒叉 他他他这个倒叉可能我好久没有倒叉以前会然后现在用干笔以后就没有了那我来写一下这个笔我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嗯好上次做完的一个 哦哦红点咖椅怎么拼啊我不懂拼啊红点可以哈 呃反 呃红点 笔尖的话就是怎么说用没问题但是国产比的笔尖嘛 真实我印象中比较好的还是那种就是钢尖但是他是特弹的钢尖就英雄236那那一只的话还有永生的618按尖的 就特别突出按键 还有那个英雄456的话是456吗 还是565 他那个的话就是更多的是整体比例 我用得起来很舒适 然后这个笔尖的话 写人写不瓜子 然后用起来 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吧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主力感也没有了 就正常的那个 没那么滑的中性比那个的一个鞋感 鞋起来还是相对来讲比较舒服的 然后我压一下这个鞋 弹性也是有的 弹性也是ok的 那你们能看到弹性是够的 但是以配这个阻尼感个人觉得有点乖乖的 如果弹尖我个人还是喜欢偏滑的一个笔 这样子弹起来才比较舒适 然后他这个好处该夸就是那个弹度刚刚好 当然虽然平常写字嘛 我个人是喜欢用硬的 因为这个弹的写不快 然后再下来是这个弹 你平常写字很少会这样子 好 那个我来写 我写一下那个 平常的这句吧 那个还是一样的 然后出没来讲 我这个买的应该是0.5了F间呢 反正有F就是F 有EF的话 那我肯定优先EF了 等要看那个 是有有没有EF 那没有的话肯定是最细的 那除非是说我买回来真的想留的 那就不一样了 好 那我平常比如说我这么写 我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压 然后又我不可能这样子写嘛 我肯定就差不多下笔 差不多的就适当了一个重量嘛 可能就很随意的 所以说弹不弹 其实弹 要这个笔尖弹吗 更多是完笔的成分更大 好 那然后再下来了是这个 我们拿我一个平常用的 也不是平常用 其实这只其实是 是评测用的 我平常也是用那个水冷 但是不是用这只 反正就是我基本上说原子比轻易色是水冷的 那这个是0.5mm 那能看到这个初期来讲的话 红点的这个 你看 你感觉到它的品控是非常ok的 就国产比来讲 呃 金属感的话 那我我知道比较好的就红点 然后那个永生的就上海军来的 我知道它是那个做塑料杆为主的 那它比较擅长的是塑料 那当红点的这个 怎么说 我觉得它的东西出来更正规 就是更像一个企业出来的东西这样子 呃 不像一个studio 就不像一个工厂 它更像一个企业出来的 就有点像那个我之前做过一个品牌叫万家 就是非常的一个有系统化出来的 也非常有标准化的一个东西 它给我的一个感觉 设计上面来讲 还是有待进步 然后字上面来讲的话 反正 我觉得 如果会写字的话 正常国产比都能出风了 就是我字不好而已了 好 那大概就这样子吧 呃 正常能用 但是这个个人觉得手的话 我是用大笔为主啊 你看我这个手 然后拿这支笔 呃 好小 那 用 反正能用 但是你说眼前亮 呃 说实话 并不会眼前亮 倒是它整体的一个一个设计来讲 我觉得比起之前做的国产比来讲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然后其他的就是用 反正都能用 然后笔款的外观 我讲这些就不 但是主要还是看你喜不喜欢 那你喜欢的 那而且刚好 怎么讲 如果是你没用钢笔的 那可以录 但是如果说你有自己的日用笔了 能少买钢笔 我觉得还是一样 少买钢笔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下面留言给我 也可以叫微信 那我什么忘讲的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